欢迎来到封IMD! 祝您在工作和学习中度过富有成效的一天! 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看今天的新闻! 杨阳在出演电竞大神! 搭档杨超越出演英雄联盟! 女神迪丽热巴,颜值与气质都是顶配乌蛙! 来吃瓜! 是搭提到杨阳,都知道除了是偶像剧男主天花版之外, 也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电竞大神! 因为在2019年,他凭着全职高手中的叶修一角, 成功晋升成不少人心目中的电竞文男主代名词! 为了贴合叶修这个角色,杨阳特地为戏增胖石金, 甚至全篇都是驼背坐姿,只为了还原原著中, 一个常年在打击的宅男形象。 而这部剧的成功,也让不少人敲碗 在等待第二部,毕竟全职高手只拍出了原著的上半部, 也就是叶修如何从第十区中回联赛。 真正精彩的部分还没拍出,所以不少人都在蹲官方拍摄第二部。 结果没想到还没蹲到全职2,却蹲来了杨阳可能会出演 英雄联盟电竞剧的刮网传杨阳将联同阳超越, 出演由腾讯视频自制的英雄联盟电竞剧。 有在玩电玩的,对英雄联盟LOL一定不陌生。 这部英雄联盟电竞剧由腾讯视频制作,拥有游戏赛事版权加持,科幻背景宏大设定。 剧情将围绕英雄联盟而展开的青春热血故事,关注每个少年的英雄梦,他们能否平衡游戏里的虚拟和生活中的现实,未来又将何去何从。 除了同样由腾讯制作,和全职高手一样有企鹅影视出品之外,编剧部分则由穿越火线的徐肃、王肖涵负责。 另外由于徐肃同时也出任过穿越火线的制片人,因此推断英雄联盟幕后,他也将担任极重要的角色。 至于网传女主杨超越,则是出了名的电竞少女,本身就很爱打击,加上充满漫画感的高颜值, 之前代言电玩时总被称为最适合的代言人立体的五官,大气明艳有着浓厚的西域风,拍起大片,或者红坦照,就是有种欧美的大气。 就算是公主风也呈现是迪士尼在逃公主。气质很特别,她不像baby有混血少女感,她有大气凌然的美。 高鼻梁,大眼睛,小嘴巴,简直太完美了。 维吾尔族长相普遍呈天然的混血感,所以迪利热巴会呈现出欧洲人的面部特征棱角分明,骨骼感强,五官立体深邃。 热巴的长相堪称建模的立体五官,更是精致感十足。 尤其是配合上鲜艳的红唇之后,不仅能够让整个人看上去更有气场。 同时也让美貌大幅度上升。 除了精致的五官,有时有欧美女人的范儿。 迪利热巴的五官长相比较立体,她面部有一些柔和的因素。 比较典型的就是她的下剪线,有非常柔和的弧度。 放大五官,真的好美。 就算和其他同类型长相明星,比起来也是内于独一份。 那双卡兹兰大眼睛明亮又大气,无论是宽度还是长度都很好。 而且较宽的大平行双眼皮更符合她的气质,眉宫高,眉眼间俱进,眼睛看起来深邃有神。 红毯上的她杀气十足,会被她的一平一笑,每个眼神,每个动作给击倒,她就是为女明星而生的。 感谢您收看此视频。 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通知铃以查看我们的最新视频。 谢谢,下个视频再见。